灯火保护神 626-979-5658 我们来看下层消息 每期时间12月14号 根据洛杉矶华人资讯网记者GG独家报道 洛杉矶一所研习社是出现了孩子的争执 结果一名声称被欺负的华人孩子被勒领退学 一名华人家长向记者爆料说 自己的孩子在课后补习班中 有个孩子有意无意的在他身上倒了水 使他的孩子很生气 于是他对空瓶子做出了回击的举动 然后又继续写起了作业 但那个孩子仍在边上争吵 这个时候他的孩子觉得被打扰了 就告诉了校长 校长把两个孩子都叫到了办公室面前 询问事情经过 而询问过程中 孩子坚说他拿起的杯子是空的 这个时候校长自己倒了一杯水 把水喝了 然后竟然拿手里的水杯泼向了孩子的脸 校长说我想让你知道 水杯里的水就算是喝完了 但还是有水的 晚上回家之后 孩子一直都在哭 家长怎么问都不愿意说出原因 之后呢 他还知道这个事情的经过 孩子提到校长水杯的水 差点弄到他的脸上 而且弄到他的眼睛里 就在第二天这位华人家长找到了补习班 要求看监控 还没开始询问 校长就主动说 我不想让你的孩子来了 于是写着支票 退了剩下的学费 他问校长 你为什么要往我的孩子脸上泼水 校长说 我是经过你孩子的同意的 校长不让看监控 华人家长第三天报了警 但是警方也只是相互了解情况 并没有解决什么事情 警察说 校长这样的行为不构成人身伤害 所以不能够看监控 要请律师 补习班则是让警察告诉家长 禁止这对华人夫妇 还有他的孩子再去这里了 那记者致电设习补习班的地方 进行查询 补习班的这个负责人表示说 家长讲的都不对 我们请律师了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可以跟律师联系 补习班表示说 实际上是孩子犯了错不承认 我们已经跟家长解释过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打赏